王建民确定和杨基签下小联盟合约 今天建载的经纪公司也正式的公开合约内容 建载在小联盟的月薪将会有3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90万元左右 如果升上大联盟的话 年薪将会有250万美元 并且可以争取最高220万美元的激励奖金 中华队在WBC世界棒球经典赛打出好成绩 除了带动中职热闹开打 也让王建民重新获得了许多大联盟球队的关注 建载确定和杨基签下了小联盟合约 今天经纪公司也正式公开合约内容 杨基所提出的小联盟合约 包括月薪3万美金 升上大联盟之后将变成年薪250万美金 还可以靠着先发次数和投球局数 拿到最高220万美金的激励奖金 合约中也设下逃脱条款 如果王建民没被杨基放入大联盟名单 建载也有5个时间点可以选择成为自由球员 虽然许多球队都跟建载提出小联盟合约 德州游记兵和西雅图水手也都曾释出善意 但是王建民最后仍选择最熟悉的老东家重新起步 想要在新的球季继续为杨基投出好成绩 有点TV张以琪综合报导